早餐是一定要吃还是尽量不吃呢 你一定听说过 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一定要吃好 但也许也听说过 跳过早餐 长久对身体更有益 这两种矛盾的说法 哪个对呢 其实都对 关键看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你的身体是以血糖为主要能源 脂肪代谢不顺畅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早点吃早餐 人身体的血糖只有2000大卡的储存量 经过一晚上的断食 早起如果你很饿 那说明已经很缺能量了 在你感觉到饿之前的几个小时 大脑可能已经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 长久会导致功能萎缩 但是如果你自身脂肪代谢良好 当糖能比较低的时候 身体可以开始使用储存的脂肪当做能量 那么你早起就不会感觉到很饿 这个时候测血可以测到同体 证明脂肪在燃烧 因为同体也可以给大脑提供充分的能量 因此立刻补充食物就不是必要的 可以等到饿了再吃 这种状态下反倒是应该考虑 是否可以延长断食的时间 给身体的许多修复机制 更大的发挥空间 当然无论是不吃早餐或是不吃晚餐 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你每天早起是很饿还是能量充沛呢